HELLO 大家好 我是Chili 很久沒有跟大家拍這個Chili's Kitchen 今天要做的東西是一個中式的甜品 就是薑汁燉蛋 材料非常非常簡單 有兩隻蛋 薑 糖 還有牛奶 首先就打了兩隻蛋 蛋殼不要丟掉 我待會就會告訴大家要用來做什麼 把它打開 用來量量量牛奶的份量 這裡有兩隻蛋 這裡有半個蛋殼 大概會放四個半個蛋殼 就是這樣 哎呀 剛才倒寫了一點 不好意思 攪拌均勻 然後要磨薑汁 自己買磨薑的東西去磨 我之前已經磨了一些 放了一個瓶子 還有一些 我會用回我上次做的 沒有技巧可言 基本上是磨薑汁 出了一些醬汁 就是過濃薑汁 其實視乎你自己喜歡吃多少薑 我應該會先加一個半茶匙 對 對 再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然後再加糖 這裏也是 我自己會加2-3個茶匙 其實你要試味 就是你自己加了所有東西 現在我加了所有東西 攪拌均勻 你試一下味 看看自己是否喜歡這個味 夠薑味、夠甜味味 那你試過之後就可以了 其實就可以燙了 可以多一點點糖 好味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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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可以準備了一隻碗 那為什麼要做什麼呢 你想蒸出來是滑的 我們就要過一過篩 不要直接用剛才的碗來等 那現在就非常平滑 那你就鋪回一張 保鮮紙在上面 即是可以放進去 蒸爐裡的一些保鮮紙 那因為你燙的時候 就會有些倒汗水 滴回去 那你就不想有這件事發生 因為一滴回去 就會令到燙板的表面會皺皮 那所以就鋪一張保鮮紙 才拿去等 那這裡呢 我們就會等它10至12分鐘 如果你對牛奶有敏感的話 你也可以用其他奶去代替 即是燕麥奶也好 椰奶也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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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總之你想要的奶 牛奶 它動物奶本身的味道會比較重 那如果你用椰奶 即是用其他去代替的話 那可能就要在份量上去調整 那你們都是自己試味去調整 那試到一個自己喜歡的味道就可以了 那你們看到呢 是非常非常平滑的 這個面子 沒有任何泡泡啊 或者炒了皮的 那我呢 現在馬上試吃先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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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好吃啊 我覺得可以加多一點薑汁 我自己也挺喜歡薑味的 基本上 那就 對啦 自己控制吧 嗯 那希望大家都喜歡看這些煮食的分享 那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給個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那下次如果有煮食的影片 或者其他影片 你就可以即時收到這個通知 還有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你們成不成功 跟這個食譜 或者你可能有其他東西想分享 都可以告訴我 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2 4 4 Earn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